阿弥陀佛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生存 甚至等谁与你们同在 与你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昨天我们听到伯多和若望 他们去圣殿祈祷的时候 他们就治好了一个伯角的病人 今天我们将继续听 传这个中途大思路 很多很多人 他们认识这个人 已经被治好的那个人 所以他们很惊讶地来到伯多禄面前 伯多禄就借用这个机会 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把所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 他被钉死十字架 被埋葬 但是到最后复活 这个的事实 传报给犹太人 他利用任何的机会 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心行为上的获失 我罪 我罪 我得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志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摧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摧恋 上主求你摧恋 基督求你摧恋 上主求你摧恋 上主求你摧恋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 向平安 主天主 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和容 赞美你 称颂你 侨害你 欠恋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圣子 主天主 天主的高养 圣主之子 祝愿是罪者 求你摧恋我们 祝愿是罪者 求你摧恋我们的习惯 作为圣主之佑者 求你摧恋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直到无上的 耶稣基督 名和圣神 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召集了世界各民族 统生 颂养你的圣名 求你使所有受洗而重生的人 都能在内心拥有同意的信仰 并在言行上表现出 全真的爱德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 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 及圣神 永生 永往 阿们 攻读宗图大事录 被制好的瘸子 紧跟着伯夺和若望 群众都惊奇地跑到他们那里 就是到萨罗满郎下 博多看见了 就对群众说 诸位以色列人 为什么因这事而惊奇呢 为什么注视我们 好像是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或前程 给他行走呢 亚巴郎 伊萨格和雅格的天主 我们祖先的天主 光荣了他的仆人耶稣 他就是你们所送交的 并在比拉多面前所否认的那一位 虽然比拉多原来决定要释放他 你们却否认了那圣而且义的人 竟然要求把杀人犯给你们 因而杀害了生命的创造者 天主却从死人中复活了他 我们就是这世的见证人 因为我们信仰他的名 他的名使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个人 恢复了力量 是对耶稣的信心 使这个人当着你们众人面前 使他完全恢复了健康 弟兄们 我知道你们所做的是出于无知 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 但天主借着众先知的口 日言他的基督当受难的事 就这样应验了 所以你们悔改 并回心转意吧 好消除你们的罪过 使安乐的日子 从上主那里来到 他给你们派遣了早已预定的基督耶稣 但是他必须留在天上 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天主借着古圣先知的口 所说过的 梅瑟说过 上主 我们的天主 要从你们的弟兄中 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 你们对于他所吩咐的一切事 都要听从他 无论谁不听从那位先知 必从民间铲除 其实 所有从撒木而起 以及以后讲话的先知 都预言了这些日子 你们是先知和蒙约的子孙 那蒙约是天主与你们的祖先所定立的 因为他曾对亚巴朗说 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获得祝福 天主先给你们兴起他的仆人 派他来祝福 使你们 使你们美人归依 脱离邪恶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你的尊荣在天上张明闪耀 世人算什么 你竟对他眷顾周详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你使他烧讯于天使 赐予他光荣和尊贵 使他统治你双手的化工 让万物服从他的命令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所有的羊和牛 以及田野间的走兽 天空的鸟和海里的鱼 以及游行海中的水族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各位教友 请向于月节的羔羊献祭歌颂 羔羊群毁了群羊 圣洁无罪的基督 使罪人与天父合同入书 生命与死亡展开了决斗 是人精黄 生命的主宰死而复活 有生有望 玛丽亚请告诉我们 你在路上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永生基督的坟墓 和他复活后无比的光荣 还看见天使作圣 拥有看经和恋复 基督我的期望已经复活 他要掀你们而去家里乐养 我们知道基督确实从此的复活 圣灵的云光 求你全言我们 再美主 再美主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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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美主 再美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 我们要欢欣鼓舞 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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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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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把心灵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我荣誉为你 那时候 二位门徒回到耶路撒冷 就把在路上所遇到的事 哈利路亚在分禀时认出耶稣的经过 述说了一遍 他们正在谈论这事的时候 耶稣站在他们中间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都惊慌起来 想是见了鬼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惊慌 为什么心里疑惑呢 你们看看我的手 我的脚 分明是我 你们摸摸看 要知道 鬼是没有肉 没有骨头的 你们看 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 和脚指给他们看 他们由于欢喜 还是不敢相信 只是惊讶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这里 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了他 一片烤鱼 他接过来 当着他们的面 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 以前 我还 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对你们说过这话 反正 每次法律 先知和圣语上 关于我所记载的话 都必定应验 于是耶稣开启他们的心 使他们理解经书 对他们说 经上 曾这样记载 基督必须受苦 第三天要从死人中复活 人 要因他的名字 把悔改的信息 从耶路撒冷开始 传报给万民 使他们得到罪 舍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如果我们去旅游 或许我们去参加什么活动 我们回来的我们就会把我们所经验的 跟我们一些朋友 没有去参加的一些朋友 跟他们分享 当然我们分享的比较有细节的 就是我们觉得是最 那个印象最深刻的 那其他其余的我们就是 就是这样的就过了 我们那时候去西班牙 从西班牙我们到了哪里到哪里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哪里我们吃饭的 我看到了这个肉 这个好吃 我们吃了 细节就多了 在今天的福音 也是一样 两位门徒 他们到阿玛屋 在路上 耶稣就来陪伴着他们走 但是他们不认识 那耶稣就跟他们讲了 从那个梅色跟众先知 练到他的事情 就讲节给他们听 以后呢 到了阿玛屋的时候 到了晚上 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坐下 一起吃饭 门徒们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把这件所发生的事情 跟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分享 但是他们分享的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 他们把在路上的事 路上的事是什么事啊 细节没有跟他们讲 就是这样的大概在路上所发生的事 和他们在搏冰时 他们怎样认出他来 把这件事情告诉门徒们 后面的细节比较多了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在搏冰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认出了耶稣 所以这个好像是为他们来说 是一个重点 虽然是在路上所发生的 真的是应该是有一些是非常的重要 使耶稣把梅色和众先知们 所说的有关他的事情 跟他们讲解的 这个就是圣经 耶稣解释圣经 但是他们把重点是放在后面 耶稣跟他们一起搏饼的时候 好 搏饼 搏饼是在中途大事录 他们 中途大事录 他们常用的搏饼 那这个搏饼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 不是说纪念耶稣基督的跟门徒们 最后晚餐 这个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 在早期教会 他们也把身体圣事 以搏饼来替代 所以搏饼就是身体圣事 那这搏饼呢 从中途大事录 从路加福音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在尔玛屋 还有在中途大事录 早期的教会 一直到现在 这个搏饼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 那我们说奇迹 奇迹 每天最后发生 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奇迹 耶稣基督 他不只是在十字架上 把他的这样的生命 交出去 为了我们交出去 但是他还以另外一个方式 把这个生命延续下来 到现在的我们 也可以体验到这样的奇迹 所以两位门徒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把这个搏饼 特别的跟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分享 透过搏饼 他们认出耶稣来 透过搏饼 他们知道 耶稣基督是陪伴着他们 耶稣基督是 跟他们在一起 在痛苦难过 失望的时候 有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个力量 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 还在分享这个时候 耶稣就显现了 耶稣显现给他们 当然 他们就会很惊讶 很紧张 很害怕 因为 在他们之前 没有人从死中复活 耶稣是第一位 所以他们没有经验 没有经验 面对人 已经死了 现在在出现在他们面前 所以他们就会有点害怕 所以耶稣为了证明 真的是他 他不是魔鬼 他不是鬼 他就要求他们 你们有什么 可以给我吃的 我要吃 让你们看到 真的是我 有血 有肉的我 所以他们就给他吃了 一片烤鱼 但是后面 耶稣 再一次的 他把 梅色 跟中仙之门 还有圣勇 解释给他们 让他们也知道 让他们也了解 旧约里面所预言的 现在在他身上 实现 在他身上 完成 最后一句话 耶稣就给 门徒们讲 你们就是 这些事的证人 你们看到了 你们遇见了 你们体验到了 耶稣 我陪伴你们 在你们失望当中 在你们痛苦当中 我给你们力量 你们也要成为见证人 使别人也能够体验到 也能够接纳 也能够相信 他是活着 他一直到现在 还活着 那我们 我们自己也知道 我们自己也体验到 耶稣生活在我们 在我们的每天生活中 耶稣陪伴着我们 我们也是见证人 我们把我们所体验到的 我们所遇到的 在我们生活上 所遇到的耶稣基督 去跟别人分享 让别人在他们痛苦失望中 得到力量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 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祈祢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违心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温柔 帮助你的传播 主 愿祢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祢的旨意 为全身 求祢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 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丽亚 其诸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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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 天主 请以祢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说祢是问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是问于教会首长 我家人秀 极客极正福外人 使他们依照祢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祢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祢把人是其乐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切幸福和幸福 求祢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求祢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求祢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求祢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祢使一切信仰祢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信仰福 走向同一步伐 必须尚未浓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现在让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 他们的希望 为我们自己的家人 在生病中或死亡 把他们的灵魂要奉献于天主 现在我们以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导文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显扬 愿祢的国来临 愿祢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嫌于诱惑 担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我们欢心到祝天 打赴祢的召唤 在爱中奉献 求祢最练是人 小祖人间分增 祢是何平君王 快将神过口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